我們來到了INFINITY的展區 這個INFINITY展區的主要的主秀 就是這一台Q80的Inspiration Concept 那這很顯然的就是 導引著未來INFINITY的設計方向 這樣非常流線的線條 還有誇張的氣霸 以及它的下擾流板的設計 我相信以後呢 新的世代的車型就會有這樣子的設計理念 頭燈也都是LED 非常漂亮 那在一般的市售車型 應該最受矚目的就是Q30 Q30是使用的是跟 賓士合作的NG77底盤 它的底盤、引擎、系統等等 都會有相關的合作 所以應該也是會相當受到矚目 那其他車型呢 例如說Q50、Q70、QX50、QX60、QX70 在現場也都有展出 那我覺得呢 最近這一代新的系列的INFINITY車系 不管是在內裝的質感或是說它的動力的性能方面 還有它的一些未來的輔助科技都做得非常好 來我們快速的來看一下這一部Q30 首先它的頭燈呢是有LED的日行燈 跟全LED的智慧型頭燈 還有輔助轉向、遠鏡燈等等的功能 那我們看到這個引擎呢 它基本上它就跟AE80一樣 不過AE80的引擎呢 它是調到122匹 這部呢是高輸出的 同樣是1.6的排氣量 它把它調到156匹 不過呢它沒有油壓停桿 畢竟是水入門的小車子 坐進車內了 握到這個方向盤呢 咦 怎麼跟我G5K的這些控制按鈕長得一模一樣 咦 車門也有這個賓士才有的這個調整座位的按鈕 看記憶喔 哇 這個合作的痕跡也太明顯 但是賓士的那個排檔是在這裡 它就說到這裡 咦 好像AMG的那個好可愛的小排檔桿喔 哇 你就知道 這個跟NGCC合作有太多的東西是一起開啪的 那Q30呢 它更以為傲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所有的這些皮都是很好的NAPA皮 那這部車才賣不到140萬 哇 我覺得 真的耶 這個Q30會大賣耶 這質感真的做得非常的棒耶 所以你們一定要來車展看一看這部車